我真的没想到 亚运英雄联盟的门票 火爆到还需要抽签摇号 说起电子竞技 有些人的印象还停留在打游戏上 曾经核实诸多的家长谈游戏色变 在很多人眼中 电竞甚至不能算是体育 其实早在五年前 英雄联盟首次入亚 虽然身份是表演赛 但是依然意义非凡 中国队以3比1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 在电子竞技第一次进入亚运会的重要时刻 为中国赢下了这枚宝贵的金牌 如今电竞成为可以为国争光的存在 英雄联盟晋升亚运正式项目 这不比赛还没开始 电子竞技的门票已经卖火了 网友高呼比抢演唱会的票还难 要知道射箭门票仅是80到100块 跳水门票就是200到800块 电竞项目是杭州亚运会中 唯一一个需要通过报名抽签 来决定门票购买资格的项目 而且价格并不便宜 最高单价达到1000元 上限200万报名资格 目前电竞门票申请购买用户 至少有500万人次 但是由于场馆限制 每个场次的观众人数不超过4000人 因此申请购买门票的用户 中签几率不超过千分之二 可以说是一票难求 随着亚运会英雄联盟赛程的公布 决赛将在国庆前夕大奖 9月25到26号 27号28号 还有9月29号和五年前一样 中韩仍然是夺冠热门 不同的是 这次金牌可不只是象征性的意义 含金量大大增加 尤其是对于韩国队来说 夺冠就能免兵役 光是这一福利就能让他们拼命了 双方选手都卯足了劲 所以说中韩对决将会成为 这届亚运会上最大的看点 本土作战的中国队伍 会不会再次登顶为中国代表队 增添一枚金牌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多久不见日子 谢谢大家 这个视频